这个气群老太在山里发现了一处金矿 为了辨别真假 他赶紧叫来了佛波勒探员阿伟 但阿伟检查一番之后 却对老太太说 这是黄铁石 根本不是什么金子 老太太以为自己年龄大了 老眼混花看错了 可谁知阿伟下山后 立马打了一通电话 没过多久 阿伟就带着一群人来到山下 其中一个人拿着探测仪 仔细检查了一下 正如阿伟所料 是金子 而且整座山都是金矿 众人激动坏了 这下他们真的要发财了 就在这时 老太太突然出现 他怒斥阿伟做人毫无底线 说完转头就要下山举报阿伟 阿伟急忙说 景况并不是谁先发现就属于谁的 可老太太却说 这片土地是我儿子买的 见沟通无果 阿伟急忙叫上小胖上前安慰老太太 这时旁边的七匹狼 不小心触动了探测仪警报 小胖一个不注意 把老太太撞下山坡 众人急忙来到山下查看 好在老太太还活着 可七匹狼却说 这片地死他的 救了他 这片景况跟咱就没关系了 于是阿伟心一横 准备将老太太活活掐死 这一幕碰巧被寻闪的老白看到 还没等他上前阻止 远处传来了一声呼喊 原来是阿猪上身来找奶奶 老白急忙跑下山 让阿猪别粗声 可阿猪是个傻子 还以为老白在跟他玩游戏 就在两个人准备走的时候 阿伟发现了他们 一群人很快围住老白 为了保险起见 阿伟没收了老白的手机 刚要放两人走 远处突然传来老太太的呼救声 于是阿伟干错 一不做二不休 将这俩也弄死 老白也不甘示弱 他跟着阿伟扭打起来 周围的人赶紧上前拉架 阿猪也上前帮忙 却不小心扣动扳机 干死了小胖 这下 除了人命 众人都傻了眼 老白则趁机带着阿猪逃下了山 老白带着阿猪在前面疯狂逃命 后面一群人正拿着猎枪追赶他们 为了保护阿猪 老白给阿猪写上一项字条 让他拿着下山求救 老白则是故意暴露位置 引开了众人 老白一路往山上跑 最终躲在了一片杂草中 可谁知阿伟早就发现了他 阿伟一棒子将老白捣晕 最后 他让手下递给七皮狼一把枪 还要让他们这里 每一个人手上都得沾满鲜血 因为他们是一条船上的银 脚带完毕之后 阿伟带着其他人下山去追击阿猪 可七皮狼毕竟是个文影 他哪杀过人呢 此时老白嘴里开始嘟呢什么 七皮狼听不清 准备凑近听一下 就在这时 老白突然给他一下子 然后老白拿起枪 也向山下赶去 此时阿猪正在被两个人追赶 他们连开竖枪都没有打中 其中一个人举起枪 扑斥一下子 阿猪应声倒地 两个人急忙上前查看 可阿猪立马坐起来 原来只是卡屠了皮了 见他没死 旁边的人上来要补一枪 只听扑斥一声是老白来了 得一棒子打倒另一个 这个卡拉米也吓怕了 枪也不要就跑了 阿猪很快带着人追了过来 这下金子被踩着又死一个 正在他们在处理尸体的时候 其中一个卡拉米发现了情况 他看到了老白挂在树山上的腰带 原来老白还有个附近 众人还没来得及商量对策 只听扑斥一枪 是老白来了 他让阿猪赶紧把枪弄了 可到手的金矿哪能拱手相让 阿猪掏出手枪 两个人同时中弹 其他人也急忙狙起枪 老白见状急忙跑路 一场追击战 就此开始 老白一颗颗马着子弹 他面临的是三个壮汉 扑斥扑斥的起枪 打得对面三个人不敢露面 双方几个回合下来都没有伤亡 看来他是没有开挂 这样干耗下去不是办法 阿猪下令两个卡拉米从侧面包抄 老白找准机会 一枪打伤了一个 老白赶紧逃离包围 另一个卡拉米击眼了 他刚要上前 结果脚底一滑 刺流一下人没了 老白趁机杀出重围 此时小队里已经死了三个人 其中一个人想退出 突然垮擦一下吧 他被七匹狼直接干死 看来这个七匹狼已经走火入魔 拿不到惊慌事不罢休 老白带着阿猪来到了一处破旧的矿洞 他安顿好阿猪之后继续回到山中 此时佛波勒接到了报警 称山上有枪声 大批的佛波勒也进了山 另一边阿伟带着来到一处水潭 只听扑哧几声 几个人都被干掉 阿伟急忙跳进水潭 阿伟也开始害怕了 这他们到底谁是猎人 谁是猎物啊 阿伟大喊着要和老白对决 老白突然从水中钻出 扑哧一下解决了阿伟 老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矿洞 可突然他被一棒的撂倒了 原来是阿伟的哥哥来了 他看到矿洞里的阿猪就要准备开枪 老白见状死死地保护了他 男人最终忍无可忍 一枪解决掉了老白 就在他枪口瞄着阿猪的时候 扑哧一声 原来是赶来的佛波勒开了枪 接着又是几枪 男人当场梗屁 这场狩猎也就此结束 据这个警方调查发现 这群上山探测金矿的人 有木土系的教授 有税务所的科长 还有警察等等 每个人职业各不相同 但他们都被利益蒙蔽双眼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好了 我是破局 喜欢的关锅柱 咱们下期再见